大家好 我叫李娅娅 我现在是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岛 这里是石头城的经营区 现在的社区疫情呢 已经是在漫洋河扩散期 比较严重了 因为这个地方很小 这边屋子非常紧缺 已经买不到口罩 这个还是我已经用了 一个作品器 因为是海岛这里呢 我们经常游泳 所以我也把我们的游泳眼镜呢 戴在了眼镜上 希望能起到一些作用 然后呢 我穿上了一次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 当地的人呢 他们是没有戴口罩 没有 5,000? 是 然后 然后在这里呢 当地菜市场是石头城 最大的蔬菜水果 海鲜市场 在这里呢 看到当地的 商户呢 有的已经关掉了 到商店都关掉了 小宽经营呢 未来生计他们还知道 在营业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比平时便宜了一半 不管是海鲜还是猪菜还是水果 刚才买的木瓜的话 平时是两三千 仙令一个 今天是一千仙令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人还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人带口罩 包括当地的工作人员 消息警察 市场维护人员 都没有带口罩 你看一下 这里的鱼怎么办 但有了 这段食物 有什么东西 你住在哪里 我也住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 有 ro 为我住 好的 多少斤 斤 超多斤 这是没有 谢谢 对 注意 海蟹已经很便宜了 螃蟹是不到20块钱一公斤 海虾是30块钱一公斤 去看看他们药房 药房现在的口罩是2000县令一个 就是6块人民的一个 石头城满街的商铺都关了 酒店紧闭 政府已经下令关闭了学校和部分办公室 博物馆已经关闭 所有的大多数80% 我们一路走过来90%的这个餐馆都已经关闭 然后可以看到海面上这些小渔船 还有这个小鹏船呢 都是平时以旅游业为生 以游客为生的 现在也都在海面上飘着 这个左边的珠宝店 香料精油按摩店 Pak Hayata就是博物酒店 这是石头城的Tempo酒店 全部已经关闭 我刚刚从里面游泳回来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想干你商业街 看看有没有商铺还在营业 就我对面镜头的这个白色的建筑呢 是它的国家银行是关门的 你好 好 我们看到有人经过了 有车经过了 这里的珠宝店 唐萨兰店 关闭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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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皇后乐队的 Brady McCurie 他出生的 长大的这样一个房子 房子 嗨 哈巴里 对不起 你认识了 你认识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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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牙叔 Brady McCurie House 现在变成了一个酒店 还有一些他的纪念照在这里 他可以代表石头城 这一代人 有这样一个邻居我非常荣幸 这个邮局 今天的邮局也是 关闭了 这个是最大的shopping mall memory 最大的旅游 纪念商场也是关闭的 石头城咖啡 这家JETTO咖啡店是很出名的 满街上除了我一个没有人戴口罩 这家咖啡店还开着营业的 我在佛罗达尼广场 就是苏丹皇宫广场 为大家记录 疫情之下的非洲坦塞尼亚 三级巴尔岛 那么我的记录呢 将会持续一个州 甚至更多 我会为大家呈现全球疫情下 我们在非洲的华人华侨 还有呢 当地人在医疗资源 及其稀缺 没有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是怎样应对 这个疫情的到来